那么这边当然是要给我们的神兽先起个名字了 碧莉吉翁 他是格斗系还有草系神经宝贝 碧莉吉翁这个名字真的很难记 叫他这个 是吧 叫他小 小青马 是吧 叫他小青马 好 叫他小青马 好 小青马 好 那个马 这个马是青色的 就叫小青马 不过这只马是可以骑的吧 按道理说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破坏掉的精灵球 先给他装回去 好的 哇 居然是真的是可以骑 不过这个骑的姿势 有点小奇怪 哈哈 居然是坐在他的脚上面 好像还能保持平衡 哇 这只神兽居然 真的好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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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 感觉特别不错 是吧 真的特别不错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的队伍呢 总算是有一只神兽了 但是不是很强力的神兽啊 这只神兽呢 要三只三剑客在一起 他才非常强力啊 好 那么我们先去 哦 等会儿 在那边也是刷出了一只闪光神经宝贝吗 我 等等 我闪光的姑姑 我的妈 来上用就用上我们的神兽 试一下 是吧 这姑姑呢也是拼死在逃跑啊 知道我们要抓他的命运 是吧 闪光的姑姑啊 天呐 好 我们直接扔出了我们的搞机球 好 抓住姑姑了 我的妈呀 这只闪光姑姑 非常感觉还是非常nice的 锐利目光 哎 是吧 那闪光 它是有一个新标号的 在这边有个新标号 飞行系 还有木这个什么的 飞行系 还有地面系 姑姑的话 是特攻上升特防下降啊 进个马虎 不错的 哦 这是闪光姑姑 好少见呀 哦 首先把这个 以后呢 我们把这边分个类吧 好吧 以后简单的 我们把这边分个类 嗯 哇 今天真是双喜临门 有闪光小精灵 还有我们的神兽级别闪角精灵 哎 下集的话当然如果说能刷出这烈空做什么的那这当然是更好的了 是吧 好了 嘿嘿 那么我们看看这边能不能给他去抓一只 哎 这只猫又斩呢 猫又斩 所以说这只比较小呀 我们抓只比较大的猫又斩吧 嗯 这只确实比较小 我们抓只 比较大 不要浪费我们的球啊 因为我们的球现在还是32个球 抓完神兽之后呢 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少了 所以说一定要珍惜我们的这个球的一个用量呀 是吧 一定要看到好的神兽宝贝 体型大的 我们就抓 嗯 好 在这平原里面呢 我们可以先溜达溜达 看看哪里有什么好的神兽宝贝吧 是我便宝贝 是我便宝贝 我便宝贝 我便宝贝